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吃一辈子的歌星No.1雨神广东爱情故事 赐雨神贝比雨神 要说一首歌吃一辈子 最成功的就是它了 当时雨神花了五千元 从人创手里买下了广东爱情故事 结果被它一唱就爆火了 有多少人记得那句 人在广东一飘到失联 雨神在上节目时被问道 这首歌给它创造了多少收益 回答说上一把 OMG 有前后的雨神 自行车换成了奥迪 戴山及链子 走上人生巅峰 而那位五千块就把歌卖了的原创估计已经哭怨在厕所 听着落泪 其实这首歌并不是饰言所创作 而是它花了二百块从朋友城里买来的 在当时彩琳下载盛行的时下 饰言坦言说 凭借这首歌转了五百多万 还拿下了众多音乐奖项 后来再唱了许多歌 也没引起什么波澜 Number 三副笛声 任静 直心爱人副笛声和任静是一对夫妻 也是九十年代的歌手 很多人可能对他们不太熟悉 但是提起那个魔性的复言结广告息息更健康 小八相信大家都记得 广告里面那对夫妻就是他们 唱《真心爱人走工》以后 夫妻俩接了这个广告 而最后夫妻俩也没有再拿出手的作品 被人记住的就这一首歌 笛笛声由于患病 已退出乐圈 但出了公众视野 两夫妻偶尔会做一些公益事 耶 南博斯 杨诚刚 老鼠爱大米 这首《老鼠爱大米》在零几年刚发行的时候非常火爆 曲风轻松愉快 人人传唱 还创造了单月下再量六百万的吉尼斯记录 小八至今都有为这首歌支配的恐惧 演唱这首歌的杨诚刚 也因为此歌而被邀请上了春晚 成为第一歌上杨诚春晚的网络歌手 辉煌一时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这首歌过去后再没有杨诚刚的消息 No.5 胡杨林香水有毒 这首曾经红遍半遍天都的歌曲 现在不是还有人拿来调侃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来 可惜没有我的鬼 香水有毒成为了胡杨林最经典的代表作 很多人不记得这个人 但还是记得这首歌 现在胡杨林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经常给一些电视剧演唱歌曲 但民企大不如前 以上的这些歌手虽然有的人现在已经不被记起 但是至少曾经红过 小八觉得比起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已经是很幸运了呢 你都知道还有哪些歌手是靠一首歌吃一辈子呢 留言让小八知道吧